防守 首先你们的准备站子很重要 双脚要与肩同宽 然后准备的时候 注意脚后跟要稍微垫起来 这样的话可以随时随地 让你保持一个启动 这个时候准备好了 然后手上我们握拍是以反拍为主 因为反拍是没有落点的 去反手区域中间区域 正手区域都可以接 所以以反拍为主 然后准备的时候 这个手要往前伸出来 这个就是防守的准备状态 准备好了以后 接下来当对手一杀的时候 我们的动作不要太大 只需要引这个手腕就行了 当你引手腕的时候 这个小臂它要往里收一点点 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再往前推你的手腕 当机球瞬间手指一抓紧 有一个借力 有一个弹力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防守的一些准备站姿 还有发力的方法方式 广义让广大的球友收益